2018年7月24日,在山东少资博士宜园县,大张庄镇,迷返乡创业者开办的企业车间,工人包装生产的果树脆皮。 今年来,该县通过建立个类创业园和吃饭基地,助推乡村产业经浪,带动当地农民依靠产业实现增收制服,照东闪射光明图片。 2018年7月24日,在山东整资博士宜园县石桥镇,大张村业花卉种植基地,农民在兴检种植的花卉。 今年来,该县通过建立个类创业园和吃饭基地,助推乡村产业经浪,带动当地农民依靠产业实现增收制服,照东闪射光明图片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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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